韩国产业技术评价管理院于本月20日在首尔新一生酒店举行了2012研发共赢合作受奖仪式 在当天的受奖仪式上 现代汽车公司的李基春理事获得了大奖 彭塘首尔大学医院全武企教授与KBS新媒体中心主任宋中文等获得了优胜奖 举办本次受奖仪式的主要目的是激发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力 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谋求创造市场 此外还举办了研发共赢合作信息分享论坛 韩国产业技术评价管理院李基硕院长表示 大多数中小企业很难获得最新的全球市场现状信息 他还说要给中小企业提供大量的信息